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些日子某知名品牌清水商品遭专家职与一批犯 引起各界人士讨论 首先感恩各位专家对社会兼得虚无关心并给予建议 更发挥其义务捍卫国人饮食安全 第二也谢谢市场上推广亲戚相关商品而努力的厂商们 与世界各地努力研究亲戚与人体相关的科学家们 天空哥十多年来医检师的经验 可提供科学视角、科学分析 并附上科学论文来源 为亲戚是贡献近一级之力 专家的两点评论可在详细的参考最新的实证科学处 第一厂商制造的水就是多一点氢离子 而氢离子是正离子并非广告中的负离子 专家的话诺子看最后两句是正确的哦 自然界中氢离子是正离子即H正 两个氢离子H正加上两个电子即可形成H2 在自然界中为氢气非负离子 的确诸多厂商引用错误的名词 自己尚不明白科学原理就开始随着别人卖东西 当然名称错误会遭受专家的质疑 因此建议一些氢气相关的厂商 可以更加详细参考引用之名词 是否符合科学并且合法哦 我想对方想表达的是 氢气H2的抗氧化特性 在加入水中可是水的 法院电位由正电位改为负电位 真正的氢气水则是水中加入氢气 让氢气暂存在饮用水里 方便人们摄取他氢气和氢气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哦 例如大名丁丁的法火路尔德之泉 是天然氧泉中含有氢气的泉水 氢气含量约550ppt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查查看 目前尚有每年几百万的人都前去朝圣 只为了求得此水 罗马教宗还册封该水为契机之泉 关于法律 法律的标准是符合实证科学的东西 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及政府审核之后就符合实证医学就能主张疗效 例如日本人2005年发现了抗氧化优异的氢气 2007年将细胞实验及动物实验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的医学杂志 Nature Medicine指出氢气是世界上最小的抗氧化分子 所以可在半小时内快速对抗急性氧化与发炎具有潜力 接着延续这个发现启动人体实验 2005年到2016年12月 共10年经历实证科学实证医学的阶段 先在日本领先全球可大声讲氢分子疗效 反之在其他国家 你只能讲实证科学销售以及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 不能讲疗效实证医学 第二专家讲不良活性氧是什么 你空气中超过20%是氧气 氧气是生命必须啊 一样哦专家讲的如果单看后面两句话是正确的哦 当然氧气是必须的啊 没有氧气很多生物是生活不下去的 氧气为人体细胞电子传递链的电子受体 但不然因为氧气是必须的就忽视了 活性氧自由基的存在哦 自由基有些是可以帮助人体的生理功能 更多的是坏自由基被证实对老化 慢性病以及癌症 是有相关的 尤其最毒的枪击自由基 每天我们呼吸进入人体内的氧气 利用后有2%的氧气会变成枪击自由基 他缺了一个电子并夺取电子 造成细胞的氧化导致细胞掉亡 然而氧氛子已被证实选择性的抗氧化 进而产生各种效果 其基础都在抗氧化功劳上 以下论文都附在说明文当中 大家可以自行点阅参考 氧氛子论文在全世界以续 有超过上千篇的研究 有几个新一国家甚至已经展开大型联体临床实验 美国官方FDA DRAG 药物 索引然显示 Hydrogen 日本官方后生省网页 检索水素 氢分子 在台湾 氢气研究 起步较慢 现阶段 当然不能讲对某种疾病提供任何治疗 因为还有很多的研究需要移清的 例如 勤在人体的急转 有效剂量等 有待大官网的临床实验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没有必要否定清晰对于保健的潜在价值 我们可以现阶段的论文来去探讨 即可了解为何已经进入了人体研究了哦 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啊 大阪市展开了 心脏作停的患者到院前急救中去清晰呼吸 由此看来 清晰在日本其被认同的重要程度显而易见哦 在日本研究清晰的权威为太田城南博士 希望呢 未来清晰会更接近你我的生活 期盼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更深入的研究 证实清晰对于健康或者疾病的帮助 甚至运用在医疗上 这些研究的成果将为人类的健康 带来更大的福祉 让我们期待那天的到来吧